《年齡友善》 《年齡友善社區》應該是掌有同樂 我覺得《年齡友善社區》 是年輕人和老人家做同一件事 而老人家不會討厭年輕人 而年輕人又不會覺得老人家是阻定的 我覺得很好玩 最好玩的是那個公仔 我覺得整個活動氛圍是非常之好的 小朋友跳很開心 我看到他很開心 而且我又跳得開心 那個舞挺好玩的 還有增加你的活力 見到很多我們的參加者 其實都是跨代過來的 甚至乎是三代過來的 今天接觸了很多年輕人 我覺得可以跟他們打成一片 自己都感覺到是年輕了 這次的活動是挺好的 可以令到老人家和我們年輕人打成一片 我發現了原來三代的長者 跟我們代級已經逐漸減少了 我們在遊戲當中跟我們玩 他們都是跟我們有說有笑的 而且大家相處都是很窩目 我相信來跟長者的距離會更加之少 上次就比較著重介紹一些創新項目 今次就講了創新項目的應用 這個活動我來到覺得很創新 我是從未接觸過的 在這裡我就學到 什麼叫做創新思維 就是為我們將來 長者的服務提供一些意見 提供一些很有用的方向 方法 就讓我們長者將來生活得更加舒適 更加愉快 原來社區上面都有很多很有心的人 希望可以做到年齡友善的計劃 剛才的工作室我覺得 都有很多抵折 例如年齡可以體驗是自己的年齡 不是別人的年齡 我自己老年的時候 想別人去給些什麼服務 或者給些什麼新興趣 這個是真是可以融入到 工作室裡面的內容 回到今天 其實已經開始了 在深圳 我們的同學在 PolyU 深圳研究院 都招聘了 從主義地區 包括 智慧、健康、環境 剛才的經濟 去分享 更加成功的新興趣 以同於改變 成為新興趣的新興趣 這回明 我們會播放 更加 Geog &智慧 更加的影響 世界的新興趣 在 region 那是 這算是 新興趣的新興趣 在野stag Pacific 生意 完整的應用 需要 公開的 э川 《央油 temple》 的專家 在本月時 《合法》 《亞洲 提供的新興趣 的學習 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always find myself in a very difficult position. Most people tend to underestimate how long one may live. How can we then promote the acceptance of the general public towards aging? This year's SIRF signifies another endeavor of ours to tackle pressing social issue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community collaboration. Only working together will see progress in redefining aging.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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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y much. Thank you. I'll see you next time.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